国家植物园近日在北京揭幕 为植物资源签地保护 和植物科学研究与传播提供了基地 想看大片架屈甘香花海 不用去荷兰 来北京新开的国家植物园就可以了 占地近600公顷的国家植物园 分为南北两个园 南园以科研实验为主 北园主要是展示和科学教育 原来有多种珍稀植物 好像这棵只有两化叶的植物 它就是寿命可以达到2000岁的千岁栏 一生只是生两片叶 而且永远都不会落叶 除此之外园里面的科研棍 更加向民众介绍各种和生活 息息相关的植物 好像我们平时吃的五谷 大家又知不知道它们的来源呢 国家植物园的建设目标 是成为植物迁地保护的主要场所 为野外可能灭绝的真稀贫藝物种资源提供保护 无线电视记者 蓝军睿报道 海内外华人最居地 经常都会见到城隍庙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海城隍庙香火鼎城 来参观的民众乐意不绝 养至新加坡 印尼 马来西亚和南韩等地方 都可以见到城隍庙 在当地华人生活中有重要影响 专家指出 城隍庙的起源 城即是城墙 王就是护城河 三国时期之后才以具象化的神灵形态出现 它真正兴起要数到明朝皇帝朱元璋 要求所有元级以上的城市都建造城隍庙 它的功能就是地方保护神 特别被飘洋过海 在他乡立足的华人看重 城隍庙都是原来老城区的中心位置 它基本上都是以庙形式的 保护这个城市的安全 保护这个城市里面的市民的生活幸福 我们用现在话说它负责的是一个精神城市的东西 不少华人一早已经扎根海外 融入当地 中国民间信仰在社交圈产生影响 并且吸引其他的族群加入 华人它也有个交集团 它不仅仅是华人自己 它还有跟当地人的交往 所以它通过信仰的妈妈 影响到其他周边的族群的那种家族观 被当地人所接受 他说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当中 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 海外华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会继承和传播 霍仙电视记者梁军约报道 桃花岛桃花园通常是书本描绘的隐世美景 但在湖北襄阳就有一个由两妇女 亲手栽种的世外桃源 一起去看看 春天如期来到 湖北襄阳遥暗村这块1250畝山地 粉红色的桃花好像海浪连绵起伏 但谁都想不到 这里十年前仍然是荒山野岭 直到吴一和他的爸爸吴明国 想到以种植桃树去改造荒地 保护生态 如今这里繁花似感 两妇女取名为桃花岭 土生土长的吴一 中学毕业之后去南韩收睹艺术设计 每年回乡都惊叹爸爸打理的桃花岭越来越茂盛 但眼见爸爸年纪暂长就决定毕业之后回乡下接力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不仅仅要做自己的事情 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边有山有水的 然后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就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秉持保护生态的原则 吴一人进更多植物品种 发展农业学堂 林果彩杀等观光项目 配合鱼塘、农家餐馆等元素 令桃花岭遥身一变成为一个综合性景区 黄贵每日游客可以达到一万人次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客机冲出跑道起火 内地传媒报道 一架西藏航空由重庆飞往西藏林斯的航机 早早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冲出跑道 导致起火 网上片段可见有乘客撤离之后在跑道疏散 多架消防车全网破旧 新华社报道已经有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客机冲出跑道起火 全机122人安全撤离 部分人轻削 内地传媒报道 一架西藏航空由重庆飞往西藏林斯的航机 早早大约8点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 飞机异常中断起飞冲出跑道导致起火 网上片段可见有乘客撤离之后在跑道疏散 多架消防车前往破旧 新华社报道已经有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菲律宾总统选举小马河斯宣布胜出 他说就业及教育等是施政的重点 又承诺用人为财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小马河斯致河电 李游坤在马尼拉报道 胜出菲律宾总统选举小马河斯见记者 说会即时加紧开始作为总统的重要工作 并且说基于疫情和经济危机 会非常细心审视经济团队的人选 认为这样对于未来几年很关键 而能源价格、就业、基建和教育 都是他的施政重点 至于第一个提名的内阁人选 就是他在选举的副手 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萨拉 掌管教育 小马河斯强调政治取向 并不是他用人的准则 他会一如既往这句难力和意愿去做 他的政府也会给发声的机会 小马河斯星期二曾经拜访国家英雄公务 占养他的爸爸 以故前总统马河斯的墓地 献上鲜花一度情绪激动 星期一的投票根据非官方点票结果 小马河斯赢了超过3100万票 在国会确认选举结果之后 小马河斯将会在6月30日就职 连日来都有不少人来到中央点票站 帮忙做义工核实选票 亦有人捐责物资来给做义工的人 无线电视记者李尤坤在菲律宾报道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客机冲出跑道起火 全机122人安全折离 最新通报说有36人兴上 内地传媒报道 一架西藏航空由重庆飞去西藏临支的航班 早上大约8点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 飞机异常中断起飞冲出跑道导致起火 网上片段看到有乘客撤离之后在跑道疏散 多辆消防车前往破旧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和巴基斯坦外长视像会面 重新中方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两国关系的图谋 黄毅和新上任的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 已经举行视像会面 提到上月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专载的恐怖袭击 黄毅强调过去一段时间 巴基斯坦接连发生针对中国在巴人员的恐袭事件 造成严重伤亡 中方予以强烈谴责 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 沿同巴方攜手努力 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 比拉瓦尔也说 不会被破坏两国关系的恐怖分子得逞 黄毅又说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独一无二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巴基斯坦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 内地新增18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上海市占1449宗 大约九成属于无症状感染 另外再多5宗死亡病例 平均年龄大约90岁 上海市卫健委说 社会免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仍然有可能出现反弹 会加强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的防疫工作 至于北京新增35宗确诊 以及11宗无症状感染 因应防疫要求 北京地铁有18条路线 一共92个车站暂时封闭 广东继续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多地暴雨持续 广州天河区今早早雨势颇大 有马路水浸 气象部门说 降雨主要集中在海珠、天河、百云等区 要料今晚的雨势会加剧 中山五桂山有路面 变成急流、拥入民居 省气象厅、省气象局说 遭受到雨大影响 广东和珠江珠三角沿海地区 上午雨势猛烈 每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至50毫米 中气象台发出暴雨橙色雨景 预料广东中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 会出现250至280毫米的特大暴雨